好,刚刚我们可以做奉回圈了嘛 那做了奉回圈之后 我们也看过阵列怎么用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函数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写的那些东西都是一次性的 写完就没了 那之后我想再用它得再写一次 那这样很麻烦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种叫做函数的东西 那我先把那个东西 譬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上等于0 这个是我要做1加到10 那我一样用奉回圈 i小于等于10 i++ 那s等于s加i 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开始s是0 那每次呢 它都会把 我从1开始 然后第一次呢 它就会把1加进去 第二次会再把2加进去 第三次会再把3加进去 所以s呢 就会不断的变成一开始是1 然后接下来是1加2 接下来是1加2加3 接下来1加2加3加4 就这样 那最后它就会变成1加2加3加4加5加6加7加8加9加10的结果 会放在s里面 这部分OK吗 好 那这样的结果我们就把它印出来看看 好 这样我们把它印出来看看 好 我们看一下执行的 哦 因为我没设中断点 试一下 好 执行的结果是55 OK 1加到10是55 没错 OK 所以我们这一个程式这样子就写完了 但是问题是 这种写法 我只能够一次 下次我要算1加到20呢 我得再写一遍 对吧 啊 程式的写法一模一样 只是把那个改成20 哦 那我再弄一遍 这样 啊 程式的写法一模一样 然后只是把这边改成20 然后又写完了 但是 这里其实编译你会发现错了 为什么 因为它说这个范围已经定名 定义名为s的变数 所以你还得把变数名称改一改 否则的话会冲到 那不然的话呢 就是把它的宣告拿掉 OK 这样就没问题了 好 那这样呢 它接下来呢 就印1加到20的结果 1加到20是211 好 那这样是不是很麻烦 我如果要再做1加到30 我还得再写一遍 1加到30 好 那我就再写一遍 1加到30 只是call过来 好 再做一遍 好 这时候呢 1加到10是55 1加到20是200 1加到30是465 这样呢 我程式写不完了 因为每次都要写同样的功能 于是呢 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把它写成函数 请记得哦 在C Sharp里面 到目前为止 你如果写是写函数的时候 前面一定要加上这个字 Static 静态的 代表说它不要用物件导向 不要用物件导向 好 那 我觉得太快了 我暂时先不要那么快 我现在如果 把这个改变 我直接不要把10写10在这里 我写N 那会如何呢 我先定一个N等于10 好 这样子 那 我写I小于等于N OK 这样子是不是会 会容易一点呢 那我这样子去计算的时候 OK 那在这里呢 我只要把它 写成20 这时候呢 一样我还是I小于等于N OK 写成30的时候 我只要把N设成30 那这边我又不用写小于等于30 我一样写成N 好 这样子其实这三块几乎除了这一行以外 其他都一样 好 我们可以再执行一次看看 一样啊 没有变啊 结果还是一样 所以我只不过多了 多写 宣告了一个N 那 但是这个有一个好处使得这一段的程式 前后都一样 那我把这一段的程式呢 提出来 让大家一起用如何 好 那我们就把 让它提出来 大家一起用 提出来大家一起用 我就宣告一个叫做 上 这N就写在这里就好了嘛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呢 我这个就不能再写 写实在里面 我N写在这里 代表说这个东西呢 是传进来的 那最后呢 我就把它 好 直接在函数里面就印出来 而且呢 先这样好了 假如我是在函数里面印出来 就这样 那我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就是 我 上面的程式呢 我这个就 不用 我 我做什么事呢 我只要 呼叫 就是 这个暂时留着好了 好 算了 通通清掉 重来一遍 我只要写 int s 等于 这里也不用 就写上时就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直接在里面印 所以就写这样 好 那我就 印一遍 好 重新启动 好 这时候你会看到什么 s等于55 它印s 其实我们写s也OK啦 那不然你写 总和是55也OK 那这时候我如果今天要做刚刚的那三件事呢 我就很简单了 我一个写上10 一个写上20 一个写上30 好 那一个印55 一个印210 一个印465 是不是达到我们刚刚同样的目标 但是呢 我这边只要写三行 那 只是我这边把真正的运算的那个程式放在这里 但是我这边就只要写呼叫 呼叫 1加到10 呼叫1加到20 呼叫1加到30 就呼叫 所以当你要 你把它写成函数形式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重复使用 好 那所以这里就会 做1加到10 1加到10 1加到30 然后做完之后呢 它把它印出来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刚刚我们讲过 只要是不是物件导向的 因为我们还没写到那边 所以我前面加上static 那前面有一个这个VOID 就好像这个main前面有个VOID 你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一块 对不对 可是 可是main前面就是有个VOID 我们之前写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VOID代表说 我不传为止 因为一般的函数 可以传为止的 那如果我真的不想要传为止 我就在传为止上面写VOID VOID就是说 void是无 就英文里面的无 无形态的意思 那无 那所以当我不想传为止的时候 我就写VOID 因为我这个程式呢 直接在里面印出来 所以我没有把词传回来 所以我就写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先把这一个 这一个程式呢 call上去给各位 不过其实这些都没有用 我把这些删掉 好 我把它call上去给各位 再执行一次看看 好 确定一下刚刚删了没有造成问题 好 确实没有造成问题 好 我把这个call上去给各位 然后各位呢 看一下 那个函数的部分 OK 我把它贴到函数的那边 因为这个是属于函数呼叫 那这里我把它贴到 这一个函数呼叫的最后 最后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然后看完之后呢 你再回回头去看 这一个函数呼叫的前面 好 这样子 我把它贴到最后 最后我叫练习 叫练习 那你可以先看一下 这一个程式 这样子写成函数 看不看得懂 啊 执行看看 它的原理是怎么样 稍微实验一下 好 那 给各位大概 十分钟的时间 去做这件事 谢谢大家